我往里头再点一下重的梦 那么破头 这儿就可以那么小心 瀑布 留下来的瀑布都可以 这块可以点一下 这笔啊 点的时候转着点 转着来 因为你点一会儿点一会儿 它都那个 笔都会有一些这个 太规矩了 那么就开始 擦一擦吧 把这个灰面给擦一下 然后远处你可以画在这个远处山 带着我画出来 因为这个是终景的山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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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山脚脱出来 那么这些呢就会把它涂出来以后呢 它会显得可高 它会显得高 那这样呢它就一个山出来 让我再或者给它换了小川 或者给它换了什么 然后继续啊 再给它垫一下 这个时候还要等它干上颜色 因为我们学了清理山羽画 因为茶叶山呢 它这个是没有那个什么 它是应该是褶石是吧 因为咱们学的是清理山羽画 我给大家上一下 这个清理山羽画是怎么上的 但是现在是不能上 还要等它干 刚才那个可能干了 我可以给它上一下 把这个让我去 再给它擦一下 它虚化了个虚化 擦完以后 有些地方我该勾 还要勾它一下 擦的时候呢 不是说乱擦 就是说你想让谁 让谁出来 你就不要去擦它 你就挤谁 挤谁让谁出来 让谁退后 这个都是用柔梢 去考虑的 这个我们画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起我们那个拱贤 学着拱贤 有一个这样的山石是吧 然后呢 我们把个小船 我们不是画过那小船吗 小船我们学了那小船 然后我们给它 给它画上去 这儿有个小石头吗 可能我还会画 在这儿再画个小石头 我给这儿画小船 小船我可以这样画 或者这样 看怎么走 怎么走比较合适 这下来 不能太阴 我这个纸 特别特别阴 非常阴 还有时候可喜欢它这个 它这个感觉 但是呢 你还不能让它太阴 然后就只能开风 这个小船 最好是不要给它画的 是齐的 往那儿画 行 稍微 不要跟这个画面 这个纸是太齐 稍微斜一点 画得小一点 画得小一点 这集呢 纸 嗯 的 请 就这样就行 然后把这个水啊 给它稍微 给它 化一下 从这上面流下来的水 然后就下面有几个石头 下面再化几个石头 你看 你不能肯定有一个这样的石头 你可以画的 稍微 用一个小 搓开 这边呢 再画个小的 这样 那么趁着我这笔里面有墨色 比较 还行 所以说我要 把它在 该 点的地方 能点的地方 再点一下 点子就是为了把这些石头给挤出来 这笔可须 这儿可清楚 就是让它就有须有湿 这些水 流到这儿 这个水 泡不下来的 好看 好看 是